在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上,除了肩副-20、肩副-10B进行飞行展示外,还有一款备受外界瞩目的孕副-20运输机,在本次航展上进行了S型机动、急上升转弯盘旋、小航线快速着陆等等飞行表演,让人直呼获隐。 唐长红作为孕副-20总设计师,表示,孕副-20是我国打破200吨级的第一架飞机,是中国空军未来主战装备之一。 中国的大飞机梦也由此起航,从几十吨的小型飞机,再到200吨级的大飞机,可想而知,研发系数难度有多大? 六大项关键技术,两大难点项目以及400多道技术难关,这不仅是对中国航空人和工业体系的巨大挑战,也是对中国实现大飞机梦的巨大挑战。 但此项目在2007年悄然启动后,2013年1月完成首飞,2014年在中国航展上第一次公开亮相,2016年7月正式列装,这以中国速度不禁令外界刮目相看,不但改写了外界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刻板印象,更让我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国专家表示,孕妇20的出现,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大型运输机的国家,对我国来说是一向意义非凡的壮举。 孕妇20运输机,都知道,由于孕妇20拥有一个胖乎乎的身体,因此大家都亲切称她为胖妞,她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不平凡的。 孕妇20是由沈飞、哈飞、成飞、西飞等多家有名的中国航空工业制造商共同配合下完成的突破三项关键技术,制造6万多件零件,无疑让孕妇20成为战略运输机的精英代表。 可以说,孕妇20身上融合了多种多样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她采用了超临界机翼,不仅可以加快飞行速度,还可以大量地节省燃油。 同时,由于她巨大的运载能力,一次性可以将50吨或者60吨以上的货物投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因此,我国专家还表示,孕妇20是中国大飞机的新高度,这不仅只是一个机型的成功,更加代表着一种能力,中华民族的能力,孕妇20运输机。 与此同时,孕妇20的出现也引来了众多外国网友的围观,纷纷对此做出评价。 有一位美国网友表示不屑,这是抄袭的C-17运输机吧? 两者在外形上有点相似,这句话瞬间遭到了其他人的反驳。 纯属极度,就因为孕妇20也有机翼和轮子,你就说是抄袭,简直滑稀。 况且孕妇20是一款相当特殊的运输机,可不是C-17运输机可以比的。 也有印度网友表示,我十分欣赏中国为这些目标所做的努力,况且中国也有这样的能力。 反观印度,我们也努力研发技术,最后却一事无成,真是可笑。 总的来说,孕妇20是凝聚着我国航空人的心血和汗水,要说是抄袭,先让他们做到中国的这些成秀再说其他的吧。 秦龙 近一周广大军民们应该都处在被珠海航展刷屏的状态,一方面这确实是我国乃至世界军工的一场盛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战机等装备实在太过惊艳,颇有一种不明则以一鸣惊人的味道, 尤其是15分钟里三度展示眼镜蛇机动的坚实力,让很多为我们国产航发担忧的君迷长输了一口气,大家也对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有了更强的信心。 而航展除了这些被大肆报道的明星装备,一些不易被人们注意到的角落展位,其实也很有可能会握苦藏龙地展出一些关键设备,例如上届,11届,航展中亮相的国产先进战机航业概念座舱,后来经确认是我们歼31要应的。 本届航展也不负众望,经现了一款神秘战机座舱模拟系统,并且从该模拟系统中,我们发现了一款全新战机模型,高度信息化的座舱系统和未曾见过的战舰型号,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 从坐舱局部照片来看,这款战机信息化程度很高,极具科幻感,而根据其中隐藏的战机外形的模拟图来看,它是一款机身机翼都非常宽的压式布局飞机,压翼面积大,且两台发动机间距离较大,发动机舱上有两个小型垂直尾翼,这些特征说明它并不是一款追求高机动性的战机。 结合这些外部特点以及弹仓武器配置,可以做出推论,它或许是一款全新的战斗轰炸机或者隐身轰炸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战略轰炸机,那它会是轰20吗? 根据相关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先不说大家普遍认同的飞翼布局,目前连压翼布局的轰炸机都找不住更别说战略轰炸机了, 并且压抑与追求隐身性能的轰20是极为不搭的,因此这款神秘机型如果真的是一款新型轰炸机,不管隐身性能如何它都已经创下了记录。 当然也有人反驳称,缺乏飞翼布局研究经验的我国,存在使用掌握的更好的压式布局的可能性。 还有人表示这一模型很可能根本不是模拟座舱,而是无人机的地面控制台,众说纷纭之中,你们对此怎么看? 在不久前闭幕的珠海航展上,轰-6K轰炸机再度亮相,依然吸引了不少目光。 此次展出中,轰-6K挂载了两枚长舰-20战略巡航飞弹,两枚英机-63B飞弹及其配套数据链掉舱,体现了其战略,战术打击两相宜的特点。 其中,英机-63B飞弹和配套数据链掉舱的组合,通过双向无线数据链将飞弹导引头获得的影像,传回轰炸机并接受操控员的遥控命令,可以达到很高的打击精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直接砸窗或打击对手。 但实事求是的说,轰炸机使用这种武器搭配的其实并不算多,这是为何呢? 今天,北国防务就来说说这是,轰-6K比达珠海参加航展画面,其携带的英机-63B飞弹,红箭头,和数据链掉舱,蓝箭头,首度对公众展示,摄影,US-5,轰-6K,英机-63飞弹的搭配。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空军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在B-52轰炸机上挂载以色列研发的突掩飞弹。 当时,冷战结束后区域冲突烽火四起,美国战略指挥部的众多轰炸机却只能跟越战一样以无制导炸弹进行地毯式轰炸。 虽然破坏效果非常震撼,但却极易伤及无辜,也容易招致地对空飞弹的攻击,因此美国空军开始为B-52与其他轰炸机整合精确制导的传统武器,其中就包括了突掩。 一开始,突掩是与载荷较小的B-52G整合,但因为矩形提早退役的缘故,改整合到B-52H,突掩的好处是射程达75千米,足以让B-52远离中程防空武器。 其成本又比巡航飞弹低廉许多,可与传统弹头版AGM-86C形成。 高、低搭配,其弹头重达340千克,在美国飞弹中算是比较大的,借由光电制导可精确攻击高价值目标而产生相当大的破坏力。 由于,突掩飞弹的弹翼相当大,不能栽入B-52弹舱,只能外挂于一下挂架,每边理论上可以纵列方式挂载两枚飞弹,但又以后方改挂了无限数据链掉舱作为末端制导之用。 前苏联在冷战早年也以P-15名和飞弹,北约代号SSN-2,也就是英机副6型参考的范本,为图付16轰炸机发展了KSR-2空射反舰飞弹。 这种飞弹虽然与P-15飞弹一样使用主动雷达制导,但当新飞弹发射后偏离目标太远,因此在发射后需用载机上的大型雷达进行承拨制导。 载机发射雷达波照射目标,飞弹自动维持在波数中飞行,不过这种方式在远距离的精确度不高,且容易相互干扰,限制了局部战区可容纳的轰炸机与飞弹。 因此,后期发展的KSR-5与KH-22M飞弹一方面利用超音速飞行来缩短飞底目标区的时间与误差,另一方面则改用数字数据链将雷达图传回给载机操控员。 使后者可以精确地从舰群中挑选出首要目标。 苏联的K-10AS-2超音速飞弹在发射后需要载机雷达照射目标,但载机改用较大的ZN雷达,使天线可以转向60度。 载机就能以类似战机超视距空战的F-4动作大角度转向离开并维持照明。 虽然无线数据链,光电制导是在远距离进行精确打击的成熟做法,但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问题是载机不能发射后不管,需要在发射后保持位置以维持数据链通讯的顺畅, 藉由在数据链前后两端都装天线,让载机掉头后仍维持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仍然会遇到第二个问题,无线数据链不能跨越地平线。 由于B-1D轰炸机不能发射AGM-86巡航飞弹,因此成了JASSM飞弹的主要客户。 美国已为其整合了JASSM衍生的LRASM仿舰版,并将要发展设程长达1900公里的JASSM XR超远程版。 图中可看到JASSM弹间的红外成像导引后。 这个问题除了让最大通信距离无法超过400千米外,也迫使在继续保持高空飞行,很容易被S-400或标准-6型这类超远程飞弹所掠杀。 这两个问题是的。突眼飞弹已从美国轰炸机的武器清单中弹出,改用更先进的联合防区外控地飞弹。JASSM飞弹。 这种飞弹一方面利用喷气式发动机,达到数百公里以上的超越地平线射程。 另一方面其导引头具有自动目标变迭能力。 在末段弹道可利用红外成像判定目标物与最佳撞击点来进行攻击,因此它保持了光电制导的精确度,又不需付出数据链绑住载机的代价。 达到发现